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看能否抓到机会 跳轻腿后撤 随时带打 但是对手打管来没有打到 卢卡尔现在给他一道瞬移 跳赤地两次 裁剑者扶空 然后没有再连了 然后直接用一个波接跳赤地一下 但是还是没有接住 其实用波接一个必杀还是可以的 我感觉 特瑞爆气 看这次爆气还是被打 卢卡尔开启了一个游动状态 看特瑞还能不能抓到机会 现在爆气想摸奖 随时帝 但是他太急了 被卢卡尔直接连住 跳赤地两次 接起裁剑者扶空 还是没有再接打招 对手裸了个大 卢卡尔快速闪到身后 再用瞬移 随结束 双方进行到第二波 第二波看登神的king 登神选择的都是狂联的人物 可以狂联的人物 连招数非常多 也是非常秀的角色 但是开场就被卢卡尔连到 一个闪现 跳赤地没有接住 现在卢卡尔再次把他逼到板边 下盘两点 裁剑者扶空 接起一个波 波接跳赤地 跳赤地两次 三次 带一个大招 炸一下 落地再弹一次 卢卡尔又爆发出来他前所未有的潜力呢 杀到了登神的板气梁 来看登神最后一个角色如何做出回应啊 这个板气梁也是下手超狠 连到之后也是没完没了 你看战列拳直接就吸住 然后飞翔角怼到板边一个波 波接天地霸卧拳 往前还走了一步啊 好犀利 然后再接战列拳吸住 哎 到板边飞烟角 飞翔角 顶过去空中砍刀手 空中砍刀手 落地空中 接一个龙虎乱舞 打中五十三连 一套死 双方又进行到第四场 这一局给来了个满血 抓到机会就没有什么事了 没有对手什么事了 现在看游里现身 登神直接就是暴气 哎 顶过去一个波 对手不上当 但是直接被抓 这是一个强抓呀 掉血量不多 一个波过后在板边继续压制 灯神差点又被连住 现在他是一个暴气状态 来看他又要想狂连了 哎呀 一个天地霸王拳直接搞晕 哎 搞晕之后 在板边继续压制 现在大机头送到浮空 接一个天地霸王拳 现在的板牵连又要疯狂了 飞翔角一次 再接天地霸王拳 一套带走 感觉还是不成问题 空中砍到手 砍到手 落地追加摔 哎 没有摔起来啊 他选择继续把游里搞到板面压制 哎 后撤一个波 但是还是中了一个跳重腿 我们来看重力再扁 前前过去圣龙 重腿再扁 没有压住 哎 雷黄拳没有打到 但是对手的一个波也没有连上 还是被游里一拳撂倒 砍到手 抢反出来 打成龙打空 板牵连再次把他拿下 就差那么一点点 有点急 下手还是有点急 现在来看克里斯的了 克里斯也是特别稳的了 应该是可以拿下板牵连这一点血吗 哎 板牵连直接暴气 来看青腿没有压住 后撤 砍到手也没有接上 然后一个一个跳出去进行进攻 下边青腿 但是被打击头抢反 来看灯神 会不会选择一个逆向 他选择了骗了一招 这一个小跳好像很有灵性啊 落地打晕 爆气以后 霸王向后拳一个抄臂 跳次第再接住 跳次第两次 继续接 对手抢反 抢反出来看克里斯 还有没有机会 这几招下手是超狠的 哎 克里斯还在抓到最后的机会 一个必杀狂推 必杀两次 直接起飞 这一次蝗虫首先拿下一分 我们来看第二局啊 因为这次依然是一个抢二 所以说大家不要走开 第二局来看灯神 还会选择这三个角色吗 应该是 还是这三个角色 他最拿手的 哎 利用特瑞开路 还是板气梁首尾 对手的这个 蝗虫呢 也是这几个角色啊 他选择了 这个 暴走卢卡尔 哎 是李卢卡尔啊 直接用波 哎 泡泡过去后撤 对手滑步没有偷到 卢卡尔直接防住 现在特瑞连续地波 跳四地 后撤 哎 还是被防 但是特瑞进攻非常强势 还是把卢卡尔给压了回去 卢卡尔这个小青角啊 这个下青角是特别变态啊 感觉打距离特别的远 哎呦 中一个波 卢卡尔再次向前走 下青角滑步 特瑞地波走一下 哎 对手被闪住 闪住还是用这个大波进行打前姿态 来看黄虫小跳直跳 嗯 卢卡尔突然来了这一手啊 这个是让对手怎么也想不到的一个事情 特瑞后车裁剑者 卢卡尔现在好像处于被动 并没有发动一个猛攻 哎 青角点下后车 下不清点滑步 没有连上还是被闪 闪过出逆向 仍然被打啊 打到之后中腿 好机会 前前过去一拳再打滑步 滑步皆比杀炸 落地大灌篮带走 双方又进行到了下一步 第二场 第二场看蝗虫的这个游历 我们看游历这次 哎 直接暴击啊 特瑞 看暴击后开场就被空头 这个空头也是无解的 千万不要和游历同时跳 你看又被空头 落地暴力掌机吸住 对到板面疯狂输出 跳在地后车 旋风腿飞翔拳 再接一个不忘 特瑞被直接拿下 又杀到了灯神的这个King 来看快腿King还能不能进行一套狂连 跳地风空 下盘一点 其实游历的属性也是很暴力 但是 好像比King还要暴力 连起来以后 特别是暴气以后 感觉比King还要暴力 King现在抓到一次机会 我感觉King要上超臂了 落地机 精益玫瑰 哎 精益玫瑰连到腿 直接上超臂杀 连招强制中断之后 空中接起来 推到板面 重腿后抓 重手轻轻手滑步 再来一套 比杀技推到 起飞 空中再接一个比杀 哎呀 这一次两次比杀过后 停 又用一个精益玫瑰 但是被抢反 克里斯终于用抢反的方式将到拿下了 已经没有多少血了 又瞎出了 灯神的板气凉 哎 板气凉是一个后撤 直接爆气 我们来看 克里斯渐渐推进 砍刀手 直接破防 天地霸王拳打晕 哎 打晕之后 板气凉再爆一气 还是利用这个老套路 但是被抢反 抢反也没有用了 已经中了一个天地霸王拳后拳了 哎 后撤清脚 一个拨顶过 但是对着滑步 还在滑了过来 板气凉继续向前压制后撤 哎 克里斯 跳在地 跳在地两次 中拳出击接后抓 中手击击手被抢反 板气凉现在继续跳在地上的浮功 砍刀手追加落地 哎 大地头没有压到 但是还是中了一个跳在地 现在克里斯是一个暴戏状态 我感觉蝗虫这次又抓到极好的机会 两次狂推 怼到板边 上调一下 上调两次 最后又一个必杀 完美收招 两个关注再走呗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